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3年3月8日国际女性节 祝所有的女士们节日快乐 昨天我们知道了,乌军选择继续防守巴赫木特 那么这里的战斗如何翻出胜负呢? 也正是在昨天,俄罗斯国防部长一战封山邵伊古视察乌克兰前线期间 在某个指挥所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 他在会上说,占领巴赫木特将使俄军能够开展进一步的建功行动 邵伊古还表示,西方正在增加对乌克兰的武器交付 但他发誓说他们不会改变战场态势 邵伊古的话当然是没错的,但这话太笼统 因为攻占乌克兰的任何一处控制区都将使俄军能够开展进一步的建功 邵伊古等于是说了一句废话 但巴赫木特并不具备某种战略优势 他不像坐落在蒂涅伯河上的安东诺夫斯基桥一样 只要截断了,就能瘫痪部署在蒂涅伯河右岸的赫尔松市和周围的大片地区 他也不像哈尔科夫东部和北部地区那样 只要俄军占据着,就可以持续炮轰乌克兰战略重战 让乌军下一阶段的反攻失去补给和威修 巴赫木特只是俄乌控制交界线上一处普通的市站 乌军防守这里是因为他们依托城市建筑群可以获得地形优势 有效保存自己和打击敌军 倘若俄军在进攻这里九个月之后建战了这里 能获得什么好处呢 巴赫木特西面的丘陵地带 巴赫木特西南面的恰西夫亚尔 康斯坦迪尼夫卡 巴赫木特北面的塞福尔斯克 东北面的比罗霍里夫卡 哪个也不会因为巴赫木特的线路而受到威胁 他们的交通线也并不经过巴赫木特 如果俄军要进攻这些地方 那还是得像打巴赫木特一样的慢慢砍 付出极其巨大的代价 巴赫木特不具备那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性 当然这道理如果稍一股明白 他也就不是交合把大元帅了 之前瓦格纳匪首普里格基发布的照片和视频显示 瓦格纳已经快达到巴赫木特市中心了 但有人就认了出来 这里距离真正的市中心至少还有两公里 倘若按照每天100米计算 20天后他们才能到达 何况乌军在这里频频进行软化 瓦格纳每向前一步都会面临数倍于之前的困难 这场战斗何时结束 目前还没人说得清 而瓦格纳自身已经遭受重大伤亡 1月份乌克兰军方估计囚犯兵已经损失了29600人 不久前英国卫报根据西方官员提供的信息估计 瓦格纳损失了2到3万人 囚犯兵已经所剩无几 因此目前瓦格纳已经被迫将精锐的雇佣兵投入到冲锋中 让他们和囚犯兵一起承受乌军扑面而来的机枪火炮和无人机的弹药 一旦这些老兵遭到了重创 那瓦格纳也将名存失望翻不起多大风浪了 纽约时报记者深入了最前线采访了乌克兰军人 他们在一场损失惨重的欠豪战中阻止了入侵者的行动 俄罗斯军队离得很近 第79空中突击旅的乌克兰士兵伯格丹可以看到他们正在挖坑 想在乌克兰东部这片荒凉的焦土上避免战死 挖坑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伯格丹可不想让俄罗斯士兵活着 所以他举起一个健康式火箭筒 从安装在战壕边缘的沙带上瞄准 然后那边发生了爆炸 俄罗斯士兵的挖掘工作停止了 几分钟后 俄罗斯士兵回应了一排自动步枪 然后一切归于尘寂 伯格丹满意的说 我们让他们安静了 他走向地下更深的一个掩体 说我只是需要喝杯咖啡 这就是乌克兰军方所谓的零线战地生活 这是指前线最远的边缘 俄罗斯人就在三百码之外 冰雪消融 战地上冰冻的土地正在变成湿滑的厚土 到处都是泥泞和淤泥 在这种地方 人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击毙对方 或被对方击毙 俄罗斯直升机经常扫射乌克兰的战壕 从几英里外用重炮轰炸乌克兰战地 并派出小谷士兵试图在黑夜中渗透战地中 大型无人机在高空盘旋监视 较小的四旋翼无人机 时刻在寻找向战壕投放爆炸物的机会 俄罗斯的进攻可能是装甲车和坦克 可能是一波波试图冲进战壕的步兵 乌克兰人会发动猛烈的反击 在前线这个战线 在端尼茨克地区被摧毁的马林卡站附近 一年来入侵者夺取新土地的每一次尝试 都被乌克兰人打败了 纽约时报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可以在现场采访位于前线最远处的乌克兰第79旅的士兵 以更好地了解这些士兵的战争感受 他们近在咫尺地看着俄罗斯人前进 而他们决心保卫被撕裂的乌克兰土地 根据华盛顿的研究组织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 尽管整个冬天都在猛烈的进攻 但自9月以来 俄罗斯在整个东部战线只占领了约400平方英里 很明显 想突破挖河的坚固防线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的工作 但是坚守战地也一样 在纽约时报记者访问的前两天 第79旅损失惨重 无休止的战斗让他们的眼睛黯淡无光 不满血丝 那些乌克兰军人说 他们已经做好了死去的准备 他们说这是一场关乎生存的战争 不仅关乎他们自己 关乎他们的国家 第79旅是乌克兰的精锐之一 曾在大草原森林和废墟中与俄罗斯人作战 现在这些士兵负责守住距离断涅茨克市约15英里的战地 自2014年以来 那个城市一直是俄罗斯及其傀儡部队的据点 马连卡战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只在地图上留下了一个小点 大约9000名战前居民已经不得不抛弃了城镇 很久以前 这里就在俄罗斯军队要破坏的名单之上 建筑物被移为平地或沦为烧焦的空壳 但对乌克兰人来说 马连卡防御线一直在坚守 根据乌克兰人缴获的一份俄罗斯作战手册 由于一年来未能突破乌克兰防线 俄罗斯最近修改了战术 转向小型突击队 试图在乌克兰人的防线上撕开缺口 以便他们能够利用 手册详细说明了 如何将12到15人的突击牌 翻成只有三人的战术小组 在火力支持下渗透到乌克兰的战壕中 乌克兰士兵已经习惯于将这些小组称为肉 因为那些俄罗斯人被杀的比例太高了 亲眼目睹攻击的乌克兰战士说 俄罗斯人经常派第一波步兵冲进战壕 他们知道很有可能会被对方干掉 然后俄罗斯的侦察兵会观测乌克兰战士的射击位置 并用一波迫击炮和大炮压制 然后第二波俄罗斯步兵就又来了 试图渗透到战壕中 一个多世纪以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数百万士兵也是这样蜷缩在战壕里 这是一种野蛮的战术 法国军官安德烈法拉格上尉 很早就在欠壕战的攻击中指出 攻破防守严密的欠壕 需要付出惊人的代价 这是一种残酷的战术 步兵不对 像一把稻草一样消失在火炉中 为了到达马林卡外的临线 乌克兰士兵必须穿过后方的战壕网络 并越过为坦克留下的空隙和被炸毁的村庄 壕沟是弯的 如果迫击炮火手榴弹落在里面 爆炸引起的危险就不那么大 有些地方上面铺饰了网撞物和荆棘 以掩盖软廓 乌克兰士兵非常熟悉这里的地理环境 他们有探照灯时刻注意着威胁 即使在乌克兰最危险的角落 也会有安静的时候 只是很多时间都在等待下一次激战的爆发 这时乌克兰士兵用铁皮罐子吃饭 照顾他们所谓的乌克兰炸猫 这些炸猫在战壕里巡逻 寻找老鼠 虽然前线绵延大概有600多英里 但两方都挖了足有数千英里的战壕 踢一次排列 以便有一条战线陷落时 士兵可以撤退到更安全的位置 除了小规模的突击外 俄罗斯挤住来一直试图通过装甲纵队 在内的协调攻击来突破乌克兰的防线 在纽约时报记者到达不久 第79旅的侦察部队就发现 附近有俄罗斯坦克和装甲车的移动 部队说 有些入侵者想绕过侧翼的战壕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攻击 但他们被发现了 散兵们使用标枪反坦克导弹 烧回了几辆俄罗斯坦克和步兵战车 还记录了视频后来发到了网上 回到战壕里 士兵们知道俄国人会不断来袭 他们说已经做好了准备 不久就会发动攻击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靠同学先亲耕耘 咱们稍后再会